字幕提供 712有人問下年3月 3月即是2020年3月 3月的考試 考試剛才我先說一件事 你就是土 這個是金 這裏就是木 這裏就是金 這裏就是火 這個是土 好 我們看看 你考試的時候可能不用看這兩個 你想每次知道結果 考試 OK 是OK的 不是OK 醒目 火生土 結果追著你 這個OK 答完了 你考試 你考試你不用理 當然 你是要好用功的 為什麼呢 你這個考試 這個中途是給他砌的 你一定要捱過這一關 你才有這個結果 你自己想不想 你是會讀到千拉筋的 因為你是不夠砌的 中間這段是 你覺得自己完全是不會吃的 但是 原機告訴你 最後你行 你是不是其實 理論上 你會很努力地讀呢 要不然 你就不會發生這個結果 你沒有這個 你不會有這個 對不對 現在你是很想 下這個事 你討生金 這些是沒有關的 你看這個 但是這些 都是這樣說 我告訴你 你不讀書 當然是不行 很多人問病 醫治得好 那不看醫生 當然不好 這個是不行 這個 三月 是 木月 都 差點 考試那個月份 還差點 黃渠 都可以 可以的 都可以的 因為他帶了你 你差了 但他追著你 都可以的 結果追著你 都可以 應該都可以的 但你小心點 不要給中間的困難 令你放棄 這個會很難搞 因為這個 為何我叫你不要放棄 有些原因 這個木 是解鎮的 鎮就是只有一些東西 很脆弱的 只是鎮是很大力的 但如果我是這個 你現在考試這個case 我會認為你是一個 只有一瞬間power的東西 它不斷地 滾箍咒地砍你 你應該會很辛苦 所以不可以放棄 這是我的建議 總之你想 將來會可以的 這樣你就考到 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不懂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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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 就考到